中国根调看福建,福建根调看福州,而福州根调看闽侯。 作为中国文明侠儿的特异之一,闽侯根调历史悠久,他的前身福州木雕,起源于唐宋时期,在明末清初达到兴盛,拥有巷园、大阪、雁塔、三大流派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三大流派的继承人陆续前往闽侯县上街镇,跟一行家名将汇聚,建成独树一帜的根调风格,大量作品销往海内外,中国根调之乡再次崛起。 2014年,美丽的齐扇脚下,明侯根调产业创业员应试而生,总投资2.5亿元,占地面积130亩,总进入面积12.5万平方米。 其中资金、技术、设备、人才四大优势,打造同一而规范的根调工作室和根调市场。 一座积木根调生产,文化创业孵化,工业旅游观光为一帖的花园式综合体,效应八方来客。 敏侯根调巧处于市,根系敏侯,雕琢九州。 其题材丰富,创意旗,刀法传神,线条流畅,造型天然。 主要取材有荔枝木,龙岩木,红木,张木等。 创意园内分布着多个特色鲜明,且风格各异的木根调作品主题展示厅。 如中国根艺美术大师,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吴杰擅长人物动物及巧夺天工的大型根调。 省工美大师于春洲,擅长动物走兽类制作,尤其擅长豹子的设计与雕琢,人称豹王。 巧手降噪的作品中,透出创作者的睿智和高超技艺,闪烁着地域文化特色和艺术品味。 以21位中国木根雕大师,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飞翼传承人为引领。 100多家木根雕企业,3000人的木根雕行业从业者队伍。 智力在产业中融入旅游文化元素,引进现代商业模式,打造出即根雕展示、商业交易、大师创作、作品拍卖、培训技能、旅游业态等为一体的模式。 将创业园建成福建省最大,名列全国前茅的根雕展示交易平台,为提升福州目标、根雕品牌,促使产品向工艺品、奢侈品、收藏品转型,同心向前。 创业园披临福州市区,交通路网、四通八达,旅游服务配套完善。 漫步于环境优雅的园区之内,白墙带瓦,整齐画衣的灰式建筑,在青山的映尘下,更显端庄素雅。 穿行在古雅意境间,空气之中,弥漫着淡淡的木质香调,用心感受木料之下潜藏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美学创意,让人沉醉,流连忘返。 一到一刻惠世界,一目一心肃乾坤。 飞夷根雕,也以巴敏地域繁荣经典,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瑰宝。 敏侯根雕产业创意园,文化、产业、旅游,在此交融一章,让敏侯根雕这张福州城市名片更加夺目璀璨。